零点的钟声刚刚翘响 我走进这间令我熟悉有陌生的屋子 给蜷缩在角落的她 盖好最后一次被子 他们留给我的时间不多 或许这也是我现在仅仅能为她 做的什么事情了 收拾好行李 她出门口回头忘了忘 充满着我们许多悔意的一切 总是不舍地想多看那么几眼 因为我知道以后 她再也没办法回来了 我走后的第一天 她没有起床 她一天都没有吃饭 连刷牙洗脸都没有 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断在被子里哭泣 她家里人都不敢去安慰她 第二天 她吃饭了 是她家人强制性地让她吃的 她的眼眶红红的 她的眼眶红红的 我总说她是个爱哭鬼 她每次都撅起嘴说她不是 你怎么还像个小孩呀 动不动就哭泣了 人家才不是小孩子呢 的 他拿出了藏在柜子里 已经发了灰的收音机 抱着收音机 走到了当初 我们约定好的地方 等待着我能如约而至 好别致的收音机呀 这不仅是一个收音机 更是我们之间的一个机会 如果你以后做什么事惹我生气 和你分手了 就要把挽回我的话录在里面 几天以后我来取 只要你够诚恳 我就原谅你 现在就想跟我分手了 疼疼疼 我看你下去还敢不敢 我问的列车员折腾火车在哪停车 要行驶多久 他告诉我 这趟列车没有终点 当你哪天放下一切之后选择下车 似乎有人将你带到你去的地方去 我知道的 在列车上时 我总能偶尔了解他的动态 选择下车后 也代表我将永远我将永远和他的一切分隔开来 一年后 他终于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去 虽然偶尔还是略显呆滞 但相比我刚走那会儿也开朗了不少 他爸妈也在劝他开始新的生活 毕竟曾经他选择和我在一起时 也是受到父母的极力反对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 你也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多出去接触接触朋友 接触点别的男孩子 你也别想我唠叨了 我一说你就想我说 我不想吃 在他身边的男人很多 比我优秀的也很多 可他根本没有在意过 只是一次闺蜜聚会上 一个男人悄悄接近了他的生活 他不断受到来自那个男孩的嘘寒问暖 男孩不断邀请他明天一起出去吃饭 但都被他拒绝了 他表明自己明天要去一个 非常重要的地方 只能作罢 这么热听点是吗 没热吧 你 昨天说我来的地方就是这儿吗 那你没什么关系吧 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你别走啊 我这么大老远不来找你 你怎么就这么走啊 啊 你不要走好不好啊 说好做朋友吗 你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个态度呢 行 做朋友可以 那你今天别跟着我 那我跟着你 我不说话好不好 那我跟着你 我不说话好不好 你鞋带开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没关系 算了 那你今天就跟我一起吧 真的吗 说的吧 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不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就翻了一个圈儿 像是跑的运气 没想到你正在那里 有必要吗 没必要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 这儿是 我曾经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人 我跟他最值得留恋的地方 今天 是他离开我的一周年 所以我想看看看看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在这里 甚至是 小仁 你在旁边 lockdown 溜兵 大家仔细 打赏 是 邮里 感谢观看 喂 我看你平时 都不怎么喜欢笑 所以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些好玩的东西 以后我能一直逗你笑吗 那你以后都能给我接鞋带吗 好 以后你的鞋带都由我来寄 三年后 他要结婚了 新郎是他 他穿着婚纱 趴在桌子上写着他们的情帖 一张 两张 三张 我想 经历这一切之后 终于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且不易的事情 看到他如今幸福的模样 我想 我也该收拾收拾 我觉得 儿子 下车了 清新 清新 今儿 虽然 这个 艾 太早以后的第二天 我仍然固执地欺骗自己能够找他回来 我不知道他走后会去到一个怎样的世界 但他的烙印会一直存在于我的心里 我的记忆里 我的生命里 三年前 我们横穿马 一路飞快的轿车冲向我们 他没有犹豫本能地教我 我依稀记得那天下午 他在我的怀中 我慢慢地 很慢地 现在也感受不到他 每次我走 一个人走 交叉路口 自己生活 这次你却说怎么走 某个脚游就不疯狂 像某个文化的迷惑 像天空折面雨的汹涌 在你的身后 净算的步伐 每个背影 每个场景都有 发过的梦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尊的寂寞 带我走 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泡沫 我不怕带我走 好 我爱你 别老了 我爱你 你以后变成兔子了 我肯不要你 这次我却说 和我一起走 和自由 从此以后 像土壤抓紧花的迷惑 像天空缠绵雨的汹涌 在你的身后 那我们说好的 每个朝日都有 发过的梦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带走我 一个人自尊的寂寞 带我走 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 都将成为怕漠 我不怕 带我走 白马流过青黑尽头 潮溪溪来浪花战斗 停在海岸结成了梦 成为长相 草原其中 又再传来一笔彩虹 刻在心中 一笔彩虹 一笔彩虹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到遥远的以后 所有都将成为怕漠 带我走 到遥远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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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